我們來幫靜醫委員 拜託大家支持他 靜醫委員他都是 我們大家都能夠看得到 他在立法院表現相當的傑出 他本身是醫師 所以他在立法院重視醫療、衛生 還有防禦的工作 並且對於幼兒的教育 還有長期照顧都相當的重視 當然他對於台中的建設更加的重視 他是爭取了很多的機會 來照顧我們所有的選民 舉一個例子 像是對孤醫症的補救的擴大 就是他極力爭取的 還有台中的各項的建設 像是捷運也好 或者封路或者軌道的建設 像海線的雙軌化 就是由他來積極來爭取 所以他了解台中 也了解台灣的需要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希望能夠支持 這一個這麼好的立法委員 讓他能夠進入國會 繼續來幫我們爭取權力 為我們台中來發聲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為了自己 為了台中 也為了台灣 能夠更好 我們全力來支持 我們林靜宜委員 二號的林靜宜委員 我也在這裡拜託大家 一定要選擇能夠延續 蔡英文總統路線的二號總統 副總統的候選人 就是賴清德跟蕭美琴 另外呢 上檔票希望大家能夠投 六號民進黨 是 品牌 在這裡 在這裡 感谢观看